大家好 我們是寶輪局莊啟廠院科學院的學生 我們今次香港故事行程設計比賽的標題 就是三文兩夜探索之旅 我們是以香港故事為主題 主要是以歐美成年高消費遠途旅客運目標受眾 最主要都是二十至三十多歲的成年人 就是希望香港成為他們亞太之類的必經之處 目標就是體現到香港的獨特個性 也展現到香港東方明珠文化的美 也希望他們可以帶著這個熱情和好奇心去探索香港 主宿安排 我們安排他們會住香港希羅登酒店 即是五星級酒店 因為他們是歐美過來的 所以我們預計他們會搭飛機過來 所以交通會搭機場快線到中環 然後轉搭港鐵由中環站搭到尖沙咀站 然後下車走幾分鐘就可以到 我們選這間酒店有幾個原因 首先就是因為它是香港的市中心 其次就是它附近有很多種交通工具可以選擇 分別就有這個 因為它是近尖沙咀和尖東廣鐵站 還有廣鐵的西九龍站 還有這個天星碼頭 再加上它是 它這間酒店可以近距離觀望到 維多利亞港的海旁 然後它的價錢和其他五星級酒店的價格都是相符的 都是在一個海景 即是好像一張圖一樣 就說了海景客房 平均每一晚都是2250元左右 那這一間房 都是可以容納到兩個大人和一個小孩的 那我們第一天的行程就是去香港島 那我們第一天的路線大約就是這樣 就是首先去吃早餐先 然後就去太平山頂 然後去吃午餐 然後就在香港公園 然後再去亞洲協會香港中心 之後再去吃晚餐 之後再去酒吧 那我們預計時間大約都是兩個小時左右 那首先我們預計他們可能7點多8點鐘就會在酒店出發 那首先放了行李之後呢 我們就會搭這個 會搭地鐵 就由尖沙咀站搭到上環 那因為這間這個早餐推隔 我們就會去武安居茶樓 那它就在上環的Double島西 那就是我們搭到地鐵 就下了地鐵之後就可以走幾分鐘就到了 那它是一間傳統的乳式茶樓來的 那它也曾經拿過這個米之年推介 那為什麼我們要選這間茶樓去吃東西 那就是因為它跟其他茶樓有不同的地方 就是現在的茶樓通常都是給完 就是你寫了你想吃什麼 它就會在廚房裡煮完拿出來給你 但是這一間它還是會用回以前 香港老派點心推車的 那就是什麼呢 就是它會煮一堆 一些同品種的食物 就放在同一輛車裡 那就會推到你面前 看看你想要什麼就拿給你 那就會保留了香港的茶樓風景和地道文化 那 那 就是我吃完早餐之後呢 就會搭電車 就是在綠安居那裡走過去 王后家 然後搭電車去到美利道 再走回大約10分鐘左右 就會去到中環山頂纜車站那裡 就會搭山頂纜車去太平山頂 那為什麼我要搭山頂纜車呢 是因為它可以在中環 看到這個香港的全景 還有可以拍到維港壯麗的風景的 那 因為 它搭這個山頂纜車呢 它是不會有一些 都是船目的遮擋 這樣就可以看到了 那 然後我們上到山頂之後呢 就會去這個凌宵角 那 凌宵角呢 就是香港最具代表性的建築之一 那 那 它的凌宵角那裡也有一個觀景台的 就提供了360度的全景 就可以撫望去這個維多利亞港兩岸的景致 那 我們去完這個維多利亞 是不是去完這個 太平山頂之後呢 我們就會去吃午餐 那 午餐呢 就會在凌宵角的一間餐廳裡吃的 那間餐廳就叫香港地 那 那 它是 算是一間快餐店 不過呢 它裡面它也是有一些經典的食品 那 例如 港式奶茶 西多士 餐 蛋麵和高炒 等等 它都是可以別的一些地道風味 那我們吃完午餐之後呢 就可以可能在商場裡走一下 看看其他不同的東西 可能可以買一下 然後我們去完 呃 靈宵角 就可以去 香港公園 那 就是搭山頂 那 那 就是 去到這個 可以走過去 金中一帶 就是 因為香港在金中一帶 然後 可以欣賞一下這個 花蕊和 圓林的景觀 那裡面呢 就有這個 柔德觀鳥園和 霍士傑的 溫室 可以觀賞這個 凍植物 那 它也是這個 維多利軍營 歷史建築群的 其中之一 來的 那 那我們走完那個 香港公園走到尾 就走多幾分鐘出去 就可以去到這個 亞洲協會 香港中心 那 亞洲協會 香港中心的地段 環境 六八兩號 可以帶來這個 清新自然的享受的 也都可以欣賞 香港著名摩天大廈 群 就有這個 可以欣賞到這個 迷人城市的 天際線景觀 那 那 再加上這一間 這個 亞洲協會 亞洲協會香港中心 前身呢 就是一個 維多利軍營 軍火庫來的 那 在這個 國際知名的 建築師事務所 Ato William的 精心策 規劃之下 那個 歷史建築群 可以得到 成功 保護肉和 活化 那 那這裡就是 具有一些 的教育意義 那 希望可以為遊客 帶來到文化體驗 交流活動和便利的 設施支援 那 我們去完這個 亞洲協會香港中心之後 就會去 IFC 就是國際金融中心 那 我們就會 走過去這個 金鐘站 乘車去到中環 那 就走過去 因為中環和香港站之間很近 只有一條 不可能是天橋 就可以走過去 那 走去Ato 之後呢 就可以去到國際金融中心 那 國際金融中心呢 就是香港最大規模的 以及最高級的購物中心之一 那裡面呢 就聚集了很多 不同的國際 頂級車廁品牌 那 它最頂級的也有一個觀景台 就可以提供了一個一片 很漂亮的維多利亞美景 還有可以欣賞到香港和今本本島的全景 那去完之後我們就可以吃晚餐 那 我們就會去吃這間叫文興酒家 那它是中環 那 那 我們呢 就可以 搭電車 由金鐘地鐵站那裏 搭到去布丁炸街 那 那 那這間餐廳呢 就是主打一個潮州菜的 那 它裡面呢 有一個潮州 一個招牌的燒鴨 就是 被英國的金融時報 譽為世界上最好吃的燒鴨 那 那所以就希望遊客可以去吃 那 那 除了這個招牌菜之外 也提供了很多不同特色的食物 包括了這個潮州肉粽 還有炸養三鮮等等 那 那吃完晚飯之後呢 就可以去這個夜班分活動 就是去這個 The Daily Top的酒吧 那 那它就是在 這個 蘭桂方SOHO那邊 那 那 那為什麼明明蘭桂方有這麼多不同的酒吧 為什麼我們要選它這間呢 那 因為它是 它是香港唯一一間主打肉的酒吧 那 那它也是 也是以 雞尾酒為主打的 它裡面提供了很多不同創意的 雞尾酒 也都採用了復古工業工的 裝飾設計 營造了一個休閒舒適的氛圍 就這樣 都很適合 外國的人來香港 那 第二天我們就會去到香港的離島 進行我們的香港之旅 那 我們就 會 包括澳洲牛奶公司 和天壇大佛 還有 我們會在那裡 用我們的午餐 之後 我們就會去到附近的大澳 去 營造我們的特色海鮮 那 我們到出發去到 天壇大佛 那裡 大概用三個小時時間 七點半出發 那 天壇大佛去到大澳 包括用午餐都差不多三個小時 那去到大澳呢 都差不多三個 到四個小時 大概七八點就可以享用到晚餐 之後就可以回酒店休息 都是一個比較人性化的時間安排 那關於我們的早餐推介呢 它是香港著名的餐廳 澳洲牛奶公司 它是位於佐敦的 是在萊登酒店比較不常一點 是非常之勤奏 這也是我們選擇這間餐廳的原因 而且它是有一個著名的特色 就是它的店員服務不是特別好 但是它的食物是出奇地好吃的 這種反叉呢 是給到食客一種獨立的感覺 而且可以讓外國旅客去體驗一下 香港獨有的光束餐 切灑我們的旅程時間之外 都可以體驗香港的茶餐廳文化 那之後呢 我們就會報頻到康市天站 乘搭港鐵去到東沖站 轉成這個安平360 那提到安平360呢 它肯定就要介紹一番 因為它是世界十大最佳的纜車體驗 而且它是亞洲最長的雙纜索纜車系統 在纜車上面呢 你可以享受到北大魚山郊野公園 和東沖灣的景致 是非常之迷人和搶眼的 甚至是可以看到香港國際機場的飛機升降 而且它的水晶車廂呢 是非常之獨特 因為它是由全透明的玻璃製成 可以印象到360度 沒有遮到一個迷人的景色 即使在車底下呢 你都可以看到 山上的一些花花草草樹毛 印象一下這些自然的景色 是香港獨特和不惟入之的一面 之後我們就會去到附近的天壇大佛了 天壇大佛就是位於大魚山 它是廚頭最高的戶外稱同座佛 佛裡面是展現了各種的真偉佛教文物 包括寫理寺、還言說法囚、地藏王、蒲瀚木、雕像 對於外國有的人來說 這些關於東方的傳統宗教的文物 反而是會有一種神秘感和吸引力 是可以值得好好地品味 之後我們就會去到附近的寶蓮 善治齋堂去進行我們的午餐 它裡面是會提供了很多種的小食 包括它廚窗外面的糕點 即使旅客行道那個時候不是很餓 都可以充飢 即使體力消耗比較多 都可以進行一些面食 還有不濃口味的外國旅客 都有照顧到可以去吃一些煎炸 還有比較有鮮味的食物 即使冬菇是齋菜 但是它們都煮得非常有滋味 外國旅客在裡面可以有機會 嘗試到香港多元化的飲食文化 而且對比起一些小攤販 可以提食到香港另一面的健康清淡的食物 進行到一種營養均勻的一個午餐 然後我們就會乘搭這個21號巴士 旅客行道那個時候不是很餓 都可以充飢 即使體力消耗比較多 都可以去進行一些面食 還有不濃口味的外國旅客 都有照顧到可以去吃一些煎炸 還有比較有鮮味的食物 即使冬菇是齋菜 但是它們都煮得非常有滋味 外國旅客在裡面可以有機會 嘗試到香港多元化的飲食文化 而且對比起一些小攤販 可以提食到香港另一面的健康清淡的食物 進行到一種營養均勻的一個午餐 之後我們就會乘搭這個21號巴士 又往平去到佛教化佛學紀念中學 去到大澳 大澳是在大嶼山西部 是香港現在最著名的漁村 眾所都知 香港以前也是一個漁村 所以它保留了香港傳統漁村的封土人情 可以在那裡體驗不到古時香港的一些文化景色 而大澳也被譽為水鄉 因為它是由一棟棟水棚而組成的 它是一種不可以錯過的特定景觀 而水上棚的房子是黏得緊緊緊 透過木材就可以到隔離家裡 都是體驗不到其實那裡的人情味是比較濃的 而在21號巴士總站下車 就可以去到大澳鄉市委員會的歷史文化室去參觀 那麼進一步深入地了解這個大澳的歷史 而且它甚至是有這個東方威尼斯的名義 因為在水上的一個最重的地方都比較少了 所以其實它也是對於一些外國旅客來說 絕對是非常之不可以錯過的一個旅遊勝地 那麼我的旅客呢可以乘坐這個小艇去遊覽漁村 更加近距離地欣賞棚屋的獨特味 之後我們就會在大澳海邊附近的位置 一間叫做水道小泉 它是品嘗大澳當地的水產和海鮮 雜魚海鮮湯和涼蝦是他們的出名的食物 而在海邊呢我的旅客可以觀望海邊的風景 和一邊吃著海鮮 是逃離香港城市部分的一個聖地 可以享受放鬆自己的心靈的 那麼另外也有一些比較少見的海產 在城市吃不到的就是香茲文魚餅和鹹香龍仔河葉飯 那麼之後呢我們就會乘搭11號巴士 龍田村去到東涌消防局 是由這個到東涌站之後 乘搭港鐵去到尖東站 之後就回到我們的喜萊登酒店 休息準備第二天的行程了 那麼第三天的行程就是九龍半島 我們的路線就是這樣 我們先去到聖香園吃早餐 然後去到大館 然後去到興記菜館吃午餐 然後吃午餐我們就會去到 筍和中心和朗豪坊 然後我們就會去到 歐巴斯職號吃晚餐 吃完晚餐我們就會去到維港 大約每個景點就會逗留兩個小時 會由酒店出發到聖香園吃早餐 會到天星碼頭聖達道樑 由尖沙咀到中環 然後會轉乘巴士7號或91號 由中環碼頭到中環中心 然後我們就會由皇后大到中路走過去 那聖香園就是位於中環的一條口間 它有60年街邊風味的排檔 招牌必點的料理是 番茄鮮、牛通粉、牛油、檸檬、蜜糖、脆脆 然後我們吃完早餐就會 步行到大館 大約要7分鐘 大館是位於香港中環 它曾經是香港警察總部和中區警署 館裡有16座 經保育活化的歷史建築 它擁有170年歷史的舊中區警署建築群 轉型為全新的藝術和文化中心 然後我們參觀完大館就會去到天記菜館吃午餐 就會搭港鐵 由中環搭到郵麻地站 行程大概要21分鐘 那這間餐廳就是位於郵麻地站附近的廟街上 煲仔飯是他們的招牌 有42款煲仔飯和港式煮炒 我們吃完午餐就會 步行到信和中心 信和中心的底層2樓、1樓和M樓 地面和地庫都是商場 以銷售潮流產品移民味 對象以青年人為主 在這裏可以買到日本、韓國、香港的一些潮牌 還有動漫周邊等等 是年輕人最喜歡的商場紙 那跟著我們 就會由信和中心 走到郎豪方 大約就需要5分鐘 那郎豪方就是位於王國 它擁有超過200間商戶 浪豪方雜購物、娛樂和參與設施 浪豪方商場樓高15層 商場最大的特色是連接4A字樓和8字樓的一座通天電梯 這座扶手電梯是香港最長的商場 扶手電梯 那裏有各地的潮流品牌 適合年輕人 那去元朗豪方 我們就會去到 奧伯祭購物吃晚餐 就會由王國站 到去中環站 走幾分鐘就到了 這間餐廳就有較為 歡唱的用餐環境 氣氛都是輕鬆 合宜 即是放鬆 這間餐廳除了有主打的奧食牛排 它還提供各式海鮮沙拉、湯等選擇 補充不同遊客的口味 而這間餐廳的服務員 一般英語、溝通流力 都是很厲害的 可以為外國遊客提供貼身周到的服務 奧伯祭購的定價 較為便宜 而敬人 符合一般遊客的預算 我們吃完晚餐 就會去到 維多利亞港 就會由中環站到 去佐敦 大概要 23分鐘 維港 位於香港島和九龍半島之間 在天然涼港 擁有迷人的港灣景色 晚上的維港 所掌握迷人的光輝 角色的蹤蜜 角色的蹤蜜 和油輪 搭載的燈光 在夜色中 是 閃繭吹塵 是稱世界十大夜景之一 維港的夜景是香港代表城景之一 然後 我們去完維港 就可以 報行回到酒店 就要17分鐘 我們回到酒店 回程交通就是 由 搭港鐵 由閃沙水搭到中環 然後就是中環基準發行線 就可以走了 我們也有一些 給外國旅客的訪問 提示 首先 香港的天氣 其實是陰情不定的 如果大鼻雨傘 可以應付一時的不便 而且 因為香港基本上都是依賴於地鐵 小巴 巴士 如果準備好八通的 或者是港鐵的 一日無限通的交通卡的話 可以 比較方便於 輾轉不同的 類的景點 而且 關於酒店的插座 因為香港的電源插頭 其實跟部分國家是不一樣的 是G220F 那如果 有準備好的 或者是 有相關的國際插頭 會更加好 而且 我們還建議是 打一些現金 例如一些小鈴的港幣零錢 如果 電子支付那個時候 不方便的話 都可以 方便這樣去支付 而且 信用卡都可以在前面 拿號房 和其他商場去消費 我們更加提倡 帶這個相機 因為 香港的景色 非常獨特 和漂亮 如果可以 用相機拍攝 就可以有一個 記錄了 難忘香港之類的設備 咱們 特別掌握